新北市警察局富佑安全漫画、海报以及微电影比赛 以金马奖的规格举行了颁奖典礼 今年同样竞争激烈 并且新登了吉祥物设计真稿 由警察局局长胡孟元亲自颁奖给每一位获奖的学生 另外在活动的现场 艺人阿喜化身为警察姐姐出现 让在场小朋友都相当的惊喜 而她也将以说故事的方式 教导小朋友如何寻求帮助、自我保护 在树林高中热舞社同学的青春热舞中 为有警戒金马奖支撑的新北市警察局富佑安全漫画、海报 及微电影比赛颁奖典礼揭开了序幕 今年的比赛同样竞争激烈 并且新增了吉祥物的设计真稿 由警察局局长胡孟元亲自颁奖给每一位获奖学生 在国小海报比赛方面 今年以儿童保护、家庭暴力防治等为主题 其中文德国小二年级学生彭冠英 在老师卓秀兰的指导下 将动物拟人画、生动的传达危险状况该怎么处理 大眼狼就是坏人 然后因为必须要有一个坚毅有为的人 然后我们就采用大象 然后来帮助这个小白兔 然后解决这件事情 所以因为这样的方式 那定型的孩子会比较知道说 那我这样子画好像比较可以了解坏人长怎么样 因为大眼狼本人长得很凶悍 所以我们才会透过这样的形式来指导他们这样话 另外获得为电影金奖的是由昌平国小老师 陈凯仁领军拍摄的恐怖情人征兆面面观 剧中角色都是由小朋友自行担任 就有诙谐的方式从不同角度 切入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 而这次的活动还特地邀请了艺人阿喜 化身为警察姐姐 要用说故事的方式告诉小朋友遇到危险时该如何求救 我们一般印象里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说 你不乖等一下警察署来把你抓走 这样子 那我们希望小朋友可以就是打破这个印象 把这个标签拿掉 可以知道警务人员其实都有一颗柔软的心 会帮忙这些孩子们 说故事的方式来帮我们做宣导 那可以更能够轻松的让我们社会大众跟青少年朋友 能够马上就融入他的生活的这个反射性的这个记忆里面 把这个妇佑安全的这个理念 让所有的社会大众跟青少年朋友都能知道 新北市警察局表示 富佑警察队将陆续推出一系列的故事书 并由阿喜姐姐录制成影片 搭配各种犯罪宣导活动发送给小朋友 希望民众在需要帮助的时候 都能够勇于向警察寻求协助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免于威胁快乐生活 记者杨帮友 周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